首先我们准备一些鸡胸肉 然后呢 搬下来一小块 放到这个手 用食指压住它 让狗只能舔 它只能舔 它咬不到 它会用嘴一直咬咬咬 咬不到的时候 它就会拿手上来挠 挠你的手 它的手大到你手上来 挠手的时候 我们就打开给它吃 坐 来 来 这边来 来 走 我手 来 来 来 握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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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它就一直在舔 我就一直压着 不给它咬到 来 来 坐 好 握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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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够 真拐 嗯 好够 真拐 握手 给你 握手 握手 好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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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拐 好够 好够 那它现在 它知道挠了 我们就不给吃的 然后直接把手伸给它 看它能不能够 握手 好够 然后这个手马上给吃的 啊 如果它已经习惯了 你把手伸下去 它就知道 把手伸下去来挠你的手 这个时候我们就手里边 不打吃的了 然后直接就握手 它把手当上来之后 我们就这个手给它吃的 来 好够 嘿 真拐 真拐 握手 咦 好够 别聪明 好够 来呀来呀 OK 好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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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维扇 来来 坐 好够 坐 好够 再来一次 握手 握手 那有时候 连续你的几次 如果你突然不给吃了 然后你就一直拉手 冲手给它握的话 你的狗呢 就可能会出现 握一次两次就不握手了 因为它发现手上没有吃的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交叉就行 一次有吃的 一次没有吃的 或者是两次有吃的 一次没有吃的 慢慢去稳定它这个行为就好了 它以后就会越来越明白的 来 那我来 快 嘿嘿 好 坐 握手 好够 给 握手 好够 给 握手 好够 呦 嘿 手 好够 呦 然后 我们现在交的是一只手 那另外一只手呢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就用这个手拿吃的 来 让它去挠手 道理是一样的 呃 这个方法呢 我用了好长时间的 呃 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比较 呃 狗学的也比较快 也认识的也比较快 呃 然后还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踩一下狗的脚 呃 它做好以后 我们把脚踩到狗的脚上 然后我们不动 狗自己就会把脚想着抽走 抽走一瞬间 我们把手伸出来 抓住它的手 给它奖励 也是一种方法 那个方法也不错的 其实 还有一些方法呢 就是说 呃 大家集思广义 有的人直接抓着狗手了 对不对 几百次几千次的那个 也能训出来 但那方法就比较原始了 我觉得啊 呃